每道旅遊景點 很多人都會買伴手禮 不管是吃的還是用的 送禮自用兩相宜 大潘元思豪來到台東 介紹這家青年創業的伴手禮店 這裡主打的是新加坡風味的 鹹蛋黃金沙洋芋片 堅持手工加上独特的烘烤技術 就一片一片讓TALKER越吃越煞脆 今天我們走出北台灣 來到了台東 要跟大家介紹這邊知名的伴手禮 是 有請打扮 大家好 厲害在哪裡啊 你們的伴手禮 我們是做金沙系列 鹹蛋黃系列的 鹹蛋黃系列的洋芋片 洋芋片 好啦 老規矩啦 每次要吃美食之前 我們都要做一點苦力 對 要做一點勞力 今天的步驟要做什麼 今天我們要準備烘烤完要拿出來 撒粉 撒葉子包裝了 這差不多幾度啊 差不多150度左右 這是我們自己獨家製作的 咖哩葉的粉 這是我們自己栽作的咖哩葉 然後做成烘乾的樣子 為什麼會找這個咖哩葉來配你們的洋芋片 因為這個香料在台灣比較少見 對 然後它的香氣比較獨特一點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從南洋把它引進來 我們自己栽種 在新加坡這邊很紅 新加坡很紅 非常紅 OK 現在在台東也很紅了 對 來 馬上進行我們的這個 後續的包裝跟撒粉對不對 對 內行的留一些簡單的可以做 好好好 可以 OK 那葉子在這邊撒嗎 葉子在這邊撒 就是在撒 酒生啊 是 OK 可以 這可以直接吃啊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 對 南洋風味它就很常見 對 它味道比較獨特 然後我們要包裝起來變成伴手禮 所以我們就用風乾的方式 把水分收掉 它後面有點像是我們那種 麥告的那種香味 類似 一點點的麥告的感覺 對對對 好特別喔 其他人用炸的 對 其他人用炸的 那我們就是用烘烤的 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有負擔 那它的保存也比較容易 哦 好不愧 鹹蛋配上芋頭香 其實也是蠻特別的 很刷嘴 一片接一片 一片接一片 糟糕這個袋都要帶一箱了 一包可能不夠 一大箱 一大箱 太好吃了 好 那在這邊加工完之後 其實它們有更漂亮的門市 是 有的 那邊白色啦 然後聽說還有一些隱藏的彩蛋 我們去看看 耶 我們來到門市這裡啦 剛進來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在賣什麼 是 太有設計感了啦 進來看看 對 這裡的裝潢跟擺設也都是 都是我們自己想跟設計師討論設計的 可以把一個臨時的伴手禮搞得這麼有質感 真的不容易耶 視覺 味覺 還有嗅覺 對 都非常的享受 對 剛才在那邊吃 剛才這邊吃 口感又有點不一樣耶 對 口感會比較不一樣 剛考出來靜置之後 再來吃那個風味會更濃厚 真的 對 會更濃厚 怎麼會想要把它引進到這裡啊 這個是當初我們在 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時候 對 然後跟我現在的老婆相遇了嘛 然後我們在那邊 一起都很喜歡這個鹹蛋黃的產品 對 那我們就一直都有一個創業夢 想要回來台東這裡 這個就在在地這邊發展 調整到台灣人喜歡的口味 哇 這是一個愛情故事之餘 又有一個事業的創業的感覺 是 夢想 其他的產品 我們有咖啡跟茶廠商合作 所以他們的量都特別少 而且他們都是有得過獎的冠軍商品 對 所以你這等於也算是另類的 台東的農特產品的集戰力 都是一個冠軍的達人 冠軍達人的名店 剛剛也說到啦 親朋好友都要來幫忙 是 親朋好友裡面還有大咖的 為什麼 彩蛋來了 球棒的簽名竟然是張育成 是 他跟你什麼關係 他是我父親的學生 他們算是就是從小都住在我們家 玩在一起 然後跟我們是20玩伴 那你有想說他長大會變成棒球巨星嗎 嗯 其實不意外耶 他們從小真的 沒有 他們真的不意外 他們從小都非常的嚴謹自主訓練 他們的自律能力都非常好 所以他們今天有這個發展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非常厲害 所以來台東不只要找達曼 你還可以帶著球棒跟棒球 對 還這裡 他有沒有等到巨星 可以 他們休賽季的時候可以 對 休賽季 他們如果沒有簽到 沒有關係找達曼簽 我也可以幫幫簽 對對對 你會模仿他們的簽名 我簽我的名字 哈哈哈哈 好啦 謝謝達曼老 來台東走一走 不要忘記了來台東走達曼 看看他們很棒 少年大創業的商品 謝謝達曼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